杨诚琳出道多年以来 在歌唱演戏方面的表现 大众都有目共睹 今年她不时登上中国节目 展现歌艺和舞技 然而节目播出后 却被小数人批评 跳舞时四肢僵硬 表情也十分猙獰 对此她罕见透过社群平台 回应了争议 强调进行舞蹈battle时 就应该要有battle的状态和表情 当然也要考量到 音乐舞风和动作的适配度 她认为自己虽然不是专业的舞者 但攻击她的人 却真的都是外行人 因此根本没有立场批评她 杨诚琳也在文中 呼吁众员不要刻意用battle中 短短几秒的横表情 来制造舆论和矛盾 更强调带头霸凌 是很糟糕的示范 对这次的争议 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看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